這次的課程呢 我們帶了大到國中的學生 然後從環保公園步道一直下來 那我們剛剛也提到說 這個大陸山生態的問題 包括人為的開發 還有火燒的問題 那現在最重要的 還有一個外來種入侵的問題 那這些外來種入侵呢 很多都是一些熱心工藝的登山的山友 然後帶著這些樹苗去山上去種 但是呢 因為呢 對我們在地的生態比較不了解 所以呢 種上去很多的是外來入侵的植物 包括了中國的茵香 包括了楓林木 那包括了馬拉巴利 那這些都是入侵性非常強的 這些外來的植物 它其實造成整個大陸山森林生態呢 它會造成一些不可逆的破壞 甚至於說很嚴重的這些後果 那我們今天呢 進行了這樣的一個教育 其實也希望說未來 有機會能夠引導我們大陸山這邊的鄉親 然後他們進行這些山區步道的 這些綠化的時候 或者種植的時候 能夠提供給他們一些正確的生態的觀念 然後跟我們大到國中 跟大陸國小的老師共同來合作 然後跟我們社區一起來合作 其實各方面的一起合作 跟我們的努力呢 其實我們才能夠共創一個 就是我們這個美好的環境 其實我覺得環境的問題是大家一體的 是一起的一個共識的 其實沒有分彼此 那我相信透過我們在地的這些努力 從國小 國中 然後甚至於我們民間的NGO團體 跟在地的社區 還有這些小朋友 然後學生一起結合 那其實我們的森林 或者是我們認識了在地的這些生態 甚至環境的問題 那我們可以來逐步來解決它 謝謝 我是覺得有一個疑問就是說 你說到很多 政府其實是知道那些樹 不是土肉桂是中國印象 那在這部分政府有做怎麼樣的 而且你說它出清 為了要出清它的那個苗木 它還去大量的發放給民眾 這個難道我們不能做什麼東西 來導正他們這樣的一個行為嗎 主要的原因是因為我們政府是一個多頭馬車 就是中央跟地方是分權的 所以呢 當我們兩年前在提說 這個音箱的這個 對生態的威脅的時候 林務局他也承認錯誤了 他在記者會上就是承認錯誤了 但是呢 林務局 當我在記者會結束之後 也馬上看到我們大陸山這邊 有台中市政府 或者是在台中一中 那邊還領到了嘉義縣政府發放的苗木 是外來的入侵的音箱 那我馬上又又又又又發了這個新聞稿 開了記者會 結果呢 林務局他們就下來調查 就調查結果是說 很抱歉 那個是地方政府的事情 跟中央的林務局沒有關係 跟我們農委會沒有關係 也就是說他們 他們 花了好幾個禮拜 將近一個月的時間 進行全台的這些所謂的音箱的調查 他們主要 他們想要跟社會表示什麼 表示說林務局 已經沒有再出音箱了 現在呢 這些音箱的描繪出去 是地方政府的問題 所以跟中央沒有關係 所以 這整個就是變成是多頭馬車的 他們沒有辦法 因為當時音箱的描示 他們 他們 他們因為錯誤的 這些弊案 然後引進進來了 然後造成 各地方政府也都在中了 然後中央的這個林務局呢 他們現在 就撇著一乾二淨說 他們沒有了 他們已經沒有了 然後地方政府去中了 他們也不願意去 去輔導也好 或者是 集中把這些 外來的這些音箱去銷毀也好 他們也不做 他們就認為說 我把我的本分做好 我林務局做好就好 不是我的轄區的 我無 我無權去做一些 這個協調跟溝通的工作 那也就是說 我們的政府呢 欠缺了這個 這個單位 就是上下這個中央 跟地方之間的協調跟整合 地方的政府呢 也沒有辦法去跟地方 地方 地方跟地方之間做整合 以至於說 我們在多頭馬車的狀況之下 當我們把對這個國家環境 這麼嚴重的生態的警訊丟出來的時候 那只好 他們就是 每一個單位 各行其事 他有解決 他們認為他們已經盡到責任了 他們認為 其他的地方政府沒有盡到責任 是他們家的事情 那我覺得這樣的是一個 如果中央的單位是這樣的一個想法的話 是蠻不負責任的 那我們該怎麼辦 我們只好透過公民的力量 繼續的去講 因為呢 我們的政府是需要監督 需要公民的監督 他才會改善的 就好像說兩年前不斷的去 去追問這件事情 他們才承認錯誤 那同樣的 在地方政府 也需要有很多的 這些我們地方的團體也好 或者透過這些民意代表也好 透過這些地方自治的這些方法也好 其實就應該要應該嚴格的去管制這些 外來入侵的植物 他透過人為種植 甚至於綠化的工程 而造成我們生態的破壞 其實地方政府是應該 其實我覺得說 我們的NGO單位 好像已經變成在野黨了 這很奇怪 這些事情 其實這麼多的公共政策的問題 我們都覺得說 我們到底要怎麼做 其實我們平常 關心的這些事情 本來就是應該是透過在野黨的這些民意代表 去幫我們去 去處理這些政策上面的一些問題的 但是呢 因為呢 長久以來 這些地方的民意代表 在野黨 他們也沒有辦法去 具有足夠的專業的能力 去監督這些環境的政策 為什麼 因為他們也不懂 因為他們 他們也不懂什麼是什麼是生態 有沒有可能我們去教育他們呢 我們去 所以呢 在 在前一陣子 陳玉峰教授 就特別針對大渡山這邊的環境的問題 去台中市政府 然後呢 胡志強也聽進去了 所以呢 在這個月 包括了台中市 台中市的一些相關的局處 也邀請了台灣生態學會 然後去台中市政府 他們想要來了解一下 大渡山這邊的生態 甚至於台中的這邊的生態 因為呢 生態跟整個城市的發展 跟整個建設 或者是整個文化生活是息息相關的 所以呢 我相信 透過這些互動 雖然 我們沒有一些藍綠之爭 因為這個家園是大家共同的 唯有大家好好的坐下來談 到底 問題出在哪裡 我們怎麼去解決它 這才是我們共同的目標 所以 所以對於環境的問題 它其實應該要跳脫 這些藍綠 那我們共同來坐下來 然後把這個問題 來慢慢的 我們把它弄清楚 然後該怎麼解決 按部就班來 那我相信 陳怡峰教授 在跟胡志強 溝通過之後 胡志強他也 透過他們的團隊 他們也願意來聽這些 這些環境的問題 我相信是一個好的開始 但是 我相信 冰凍三尺 非一日之寒 這麼多的問題 我相信在 這些執政黨 他們 陳柯已久的這些問題呢 要去馬上改變 我相信有它的困難 但是我 我覺得 我們必須要從 從正面去看 正面去思考 一個好的開始 那我們好好的 朝這個好的方向 然後去對社會 做一些正面跟善的 這些進步 謝謝